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啊 桑妮姐姐要讲的情与子 她过世的时候 全部的财产就只有三套衣服 一双凉鞋和一尊耶稣像 是不是比正在听故事的所有小朋友都还穷呢 其实她一点也不穷哦 东西很少 那是她的选择 她选择把这一生都奉献给穷人 因为心灵富有 所以她过得比任何人更有意义 也更精彩 她被称为平民窟圣人 也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哦 她就是非常有名的德雷莎修女 德雷莎修女在69岁时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只有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人 才有资格得到这个奖 当时全球轰动 上台领奖是历史性的一刻 换作是我们得到这个奖 一定会定做礼服 穿得漂漂亮亮的上台 德雷莎修女却只穿了一件 价值一美元的印度传统服装 她根本不在乎自己有没有拿下这个奖项 不在乎有多少媒体来拍她 不在乎她成为了人们口中的传奇人物 她在意的是 世界上的穷人 有没有得到妥善 有尊严的照顾 桑尼姐姐可不是随便猜测的哦 德雷莎修女讲的得奖感言 可以做证明 她那时候对着全世界说 这个荣誉我个人不配 我是代表世界上所有的穷人 病人和孤独的人来领奖的 因为我相信 你们愿意借着颁奖给我 而承认穷人已有尊严 这个奖 德雷莎修女是献给所有穷人的 她还把全部的奖金都用来救济贫苦病弱的人 德雷莎修女不像一般人的志向 总是会随着长大而改变 比方说 小时候想当运动员 长大想当平凡的公务员 小时候想当科学家 长大想当赚钱的商人 德雷莎12岁时就立志要当修女 要到外国传教 救济贫苦的人 她19岁时选择到印度 接受传教士的训练工作 也很顺利地在几年后成为修女 并在印度某一间中学教课 甚至还当上了校长 不过这间学校是个贵族女校 学生们都是富有人家的女儿 过得幸福快乐 德雷莎修女并没有机会 遇见真正需要帮助的穷苦百姓 然而隔着一道围墙 校门外面却是满街的麻风病患 乞丐和流浪儿童 紧紧几步路的距离 命运大不相同 某一次 德雷莎修女经过车站时 遇到一位乞丐 那个乞丐 卑微 苦难 悲怯 口中不断念念有词地说 我渴 我好渴 那一幕深深烙印在 德雷莎修女的脑海中 仿佛是神的旨意 德雷莎修女决定辞去 平静的教书工作 她只身潜入贫民窟 去照顾这些穷人 病人 被虐待 以及被遗弃的人们 去帮他们分担痛苦 德雷莎修女跟别人最不一样 也最了不起的地方是 她的行为 姿态 心态 都很贴近穷人 贴得多近呢 她为了服务最穷的人 便努力让自己成为穷人 她不惜脱下修女的服装 换上印度阶级社会中 最底层所穿的服装 这样做是因为德雷莎修女认为 要服务穷人 应该要穿着与他们相同的衣服 才能体会他们 被服务的穷人也才能保有尊严 不会产生被施舍的感觉 德雷莎修女的心思 就是这么细腻 处处为别人着想 甚至她的团队伙伴 也都要把自己变成穷人 穷到有多穷呢 德雷莎修女的办公室里 只有一张桌子 和一把椅子 连个接待客人的房间都没有 因为她都在贫民窟 弃音院 临终医院 收容所到处跑 哪里需要帮助 哪里就是他们团队的所在处 德雷莎修女说 没有爱的正义 就不算是正义 缺乏正义的爱 也不算是爱 她愿意放下自己 本来应该有的一切享受 带着爱心 走向人人都想闪避的贫民窟 去拥抱人人都害怕碰到的 麻风 艾滋 肺结核病患 德雷莎修女 为这些家里状况 没办法上学的儿童 建立了露天学校 让他们都能接受教育 长大后 有反转命运的机会 YES 后来还建立了垂死之家 为这些濒临死亡的穷人服务 让他们有尊严 有温暖地离开 还成立了仁爱传教会 它成立的每个组织 都在为穷苦中的穷苦人服务 心怀悲悯 愿意为别人着想服务 愿意承担的人 是不会吃亏的 它会被世人记得 它会被歌勇赞叹 它会具有很深的影响力 它会获得内心深处的平静与安乐 今天的奇女子 是最贫穷 却也是最富有的 桑尼姐姐 期许每位小朋友 都能拥有一颗富足的心哦 耶 下一集 桑尼姐姐会再深入讲讲 德雷莎修女 创办的垂死之家 是做什么的 我们下回 实在故事童心格见啰 以上由 实在实在 网络教育学院制作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